大爷 人家村口上有个黑质 你要不要来看一看 太讨厌 别过来 人家承受不住了 你再要了人家 就跟人家回房 别在这里窝了 你出现到青楼 青楼好啊 这可是男人梦寐以求的地方 说我前世单身 30年今天终于要开婚了 来人 就你了 好好伺候本少爷 本少爷重重有赏 来呀 小爷我来了 干嘛 赶紧伺候我呀 伺候你个鬼 秦墨 你是不是烧坏脑子了 楼上来了两个客人 点名要你过去伺候 什么 要我伺候 我不是来嫖的 我是来被嫖的 别人穿越都是什么皇帝太子 而我穿越成了一个青楼的闺奴 秦墨 给我认真点 你这才来了没几天 对方就能直接喊出你的名字 他是从皇城来的 你可千万别被他抓住把柄 否则 姐也保不住你 给我记住 你现在不叫秦墨 你叫秦三 皇城 我 秦墨 在哪 这里是大夏王朝 我穿越成了害死越大元帅 人人得而诸之的大 奸称秦桧的独身子 真不得被别人唾弃死啊 贼老天 你玩我 主人 我们当前的任务 是找到红联教的线索 奸语楼这种地方 只会遭到你的身份 不碍事 来这还有个目的 就是为了见解这个家伙 坚持之词 说不是主子念及二十 秦义替他求学 还是早向的秦桧一样 五马分尸了 各位贵客晚上好 欢迎来到奸语楼 每天喝着一杯酒 潇洒混到九十九 两位有没有什么相熟的姑娘 不好意思我错了 没错 秦莫 看来你这新身份 适应得还不错 从被人伺候的大少爷 到伺候人的闺奴 这滋问 不好受吧 秦莫 你抬起头来 呃 贵客说笑 这里没有什么起 只有一个贱命一条的秦三 好 你说不是 便不是 我现在有三个问题要问你 若你答得出 广是一笔勾 若你答不出 小的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秦三 你别以为你可以糊弄我 若你的答案不能让我满意 你一样得死 若我不选择 当然可以 哎 那不选择 哎 哎 哎 你当我的转越过来 可是一天好日子都没享受过呀 平时我大建成老天被大象的皇帝无麻分尸了 这一天就有人要我的命 这也太惨了 哎哎哎这么打打杀杀的不好 有什么问题 你尽管问这天下事就没我秦三 故事到底 你还像以前一样油嘴滑石 那我就问问你这天下事 我的第一问 就是秦桧该不该杀死 真问得来 像你真说的 秦桧的奸臣 我冲锡 有数千刀万挂都便宜 这么的生蛋其肉 可饮其血 为岳将军讨回公道 你 下来 你别忘了 你可是秦桧的儿子 客观就算第二问呢 算了 那我可不是他儿子 他儿子早就没了 我只不过是占据了这副身体罢了 随便罢了 反正我压根就不心疼 身体发肤 瘦之父母 骨肉连心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的确 身体发肤 瘦之父母 这也不是我能选的 要是我能选 谁愿意当这大奸臣的儿子 要是我来选 我是他祖宗 你 你叫 果然 赌对了 接下来贵客 可以问出第三个问题了吧 原本我三个问题 字字诸心 却没想到被你完全打乱了几次 既然如此 这第三个问题要问 若你执掌兵权 奇人犯我大夏 你当如何应对 我要有兵权 打他娘的呗 你说的倒是轻巧 跟那些自诩倾高的大臣一般 可如今我大夏国库空虚兵力不足 草莽四起奸臣当道 你说要打 钱呢 钱从哪来 我家主人问你话呢 为何不打 你家主人说问我三个问题 我都已经划过了 这是第四个 二维梅克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不至于给我一个小水的故事 启木 你还和以前一样 现在可以说了吧 真没想到 区区几两银子 就能让你如此 曾经 你可是天津散尽 只为薄红颜一笑 我不知道贵客在说什么 我只是轻楼的一个小小的闺奴 这几两银子对我来说 已经很多了 至于贵客所说的 没钱 去赚你就是 没钱就去赚 说得轻巧 我还真以为 你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 能有什么好办法 真是可笑 皇室没钱 不代表富商没钱 据我所知 皇城的富商 现在正在高价囤积粮食 以高于市下五成出售 那又如何 又不是没事的 一个个捂着钱袋子 不愿意出钱 不愿意出钱 就杀了 杀一个不够杀十个 看他们愿意 你这闺奴懂什么 这跟暴君有什么区别 既然如此 就在皇城修建一个功德十倍 但凡有愿意捐银千两 捐粮百弹者 便可留名于十倍之上 你追千古 商骨是剑脊 不能可靠 但若能轻始零零 不是我一个好办法 你继续说 钱有了 打仗还担心什么 我大夏上雄聚五周 拥有百姓数万万 今年打不过明年打 明年打不过年年打 打一年 打五年 打十年 十万青年 十万血 百万上壮 百万兵 只要我大夏团结一心 那齐国又算个什么 多写 十万青年 十万血 百万少壮 百万兵 说得好 说得好 真没想到 这么大义凛然的话 能从你这奸臣之子的嘴里说出来 秦牧 我倒是小强的名字 贵客 我说过了 这没有秦牧 就只有一个齐三 还有一点 建月元帅枉死之故 大夏各路英豪奋起 不遵朝廷命令 民心动荡 又该如何 虽然负 皇帝下令杀了秦桧 可是朝局震荡 民众不一心 秦牧 你说该怎么办 他就真的可以做到无动于衷 那可是他的爹 这也没什么难办的呀 说得清净 我大夏场 寻存皆束手无策 你一个小小的闺奴 竟敢大放厥词 简直大言不惭 这个说明一个道理 什么 你有话直说无妨 那我说了 说明朝堂之上 都是一群 尸位所在 久难犯戴 混账 你小小闺奴 只敢妄议朝政 乌美朝廷命馆 找死 救命啊 这是你让我说的 住手 听见没有 你主子让你住手 我让你住手 schöne 这龟磨狐言乱语 让我一刀斩着它 你别着急 看看它说什么 行 我倒要看看 这个龟磨有什么要讲的 如果再满狐忌满的话 我就一刀斩了你 你倒是变了不是 记得从前 我还以为你会坏地球 我现在坏地球上还来得及呢 你什么时候变的这么黄 是贵客你让我直说无妨的 小的丢了脑袋是小 贵客失了信誉是哪呀 真没想到你会变得有情 既然作诫自己 我获取信誉 这有什么贱不贱的 小的本来就是贱命一条啊 那你就尽管说 说得好我重重有赏 若是你说不出所以然来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其实很简单 贵客可知这百姓何故造反 这 也难怪满朝大臣都想不出个办法 你什么意思 秦牧你可别激疼 他一动手是真的会杀你 口渴了 看茶 好你个闺奴 今天你又不说清楚了 就把这个茶给我吐出来 我自己来自己来 哎呀 贵客可知 百姓造反无非是为了钱跟女人 月月帅不过就是个谎子 倘若人人安居乐业家有余粮 还会有人跟着去造反 不 不会 那问题不就简单了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给那些反贼钱和女人 你 混账 你打我干嘛呀 这是你说的又不是我说的 你这个贵怒 你这个贵怒 侮辱主上 搞死 住手 先让他把话说完 一个大老爷们还用手帕 真变态 贵客理解的有偏颇了 我的意思是呢 让皇室下诏书 承认各路英豪的身份 然后呢 将他们纳入朝廷的体系 并且让他们去抗击其人 并且承诺 只要七国一灭 各路英雄封猴封王 锦目 你这是借刀杀人 豪狠的计策 不仅危机引刃而解 还凭空多出来抗其的力量 当今的皇帝又何尝不想 只是那皇帝看起来 万人之上 一言九底 却有许多难言的苦衷 纵然杀了一个秦惠 可是朝廷之上各种利益牵扯 求和之声不绝于耳 他又能怎么办 那也简单 谁不听话就杀谁 皇帝只要有决心破了 杀得几个求和之人 问题就解决了 这何尝不知道 可这朝廷之事 并非你想得那么简单 这没见 收起来吧 秦牧 你真的不认识我 我小时候 可是跟你在秦相府 一起玩耍过的 往事如过眼云烟 小的都忘了 无论您是谁 在下现在只是 一个小小的低贱归奴 对 您要是没什么事 小的就先告退 什么诚意 难道我们泄露了行踪 两位贵客不用紧张啊 这是我们烟雨楼的花魁 选择入目之边的时辰到了 如今国将不古 民间上线体抗其热讨 反观他们 不思为国出力 反而沉勉于男女之乐 秦牧 将门打开 我倒要看看 这烟雨楼花魁 是个什么货国殃民的角色 你以为他们愿意 你什么意思 这朝廷处处都需要钱 这风月场所可是最重要的税收来源 怪不得秦大公子这么懂呢 差点忘了 所以之前 你沉迷于青楼 千金散尽 为博美人一笑 也是因为朝廷用钱 来者不善 我折不起还躲不起 哎呀 贵客 我兔子吓尿了 你让我去换条裤子吧 你 你这个冬兔子 真是死心不改啊 秦牧 你若是再轻薄我 我 我别杀了你 哎呀 小的不敢 我欺负了你一个男人 开什么玩笑 你真以为我急不择事 贵客 小的可以走了吗 不行 我让你留下来陪我 若是有什么我不明白的 也好随时问你 不用问了 她会谈高山流水 秋香姑娘出场了 你看看 你看看 哇 秋香啊 真漂亮 会是秋香 各位贵客 大家好 今日秋香为大家演奏一起高山流水 以于诸位 切莫见相 秋香 你会是秋香小姐 有多样 四一双丫 启木 你怎么知道 她要弹奏高山流水 你对这个花魁有意见 难道 日后 你要在这青楼暗审 与花魁成家 我只是一个归奴啊 我们身份不对等的 若你是以前的身份 你不要娶她吗 哎 你秦木的好色人尽皆知 你会对这花魁不动心 对我来说 现在有比这花魁更重要的事情 什么 赚钱 就你 你会不会赚钱 我不知道 风花雪月一帜千金 与你的狐朋狗友 聚众独马 赌斗区区 这些事你都是擅长 怎么着 现在 你要赚钱 为这花魁赎身啊 长得倒是不错 我 给她赎身 我脑子有病啊 嘿嘿 这秋香的长相是不错啊 不过 不如一个人 这秋香的长相放在皇城里 也是相当出动 你说的那个人 到底是谁 我不记得了 装 继续装 没装 前段时间撞着脑袋了 很多事都忘了 哼 哎 你这身份 有点眼熟 看什么看 再看把你眼睛挖出来 哎 想什么不敢 哇 真漂亮 秋香小姐 我是举人 我愿意与你彻夜长谈 秋香 我没读过书 但是我愿意出资千两 求你一碗 就是啊 这里是青楼 装什么青棍 迟早被人睡 还是赶紧开个价吧 百姓不是没钱吗 这怎么着 未睡花魁就出资千两 贵客 你此言诧异 又倒是盛世之地 乱世藏金 这商谷们手里的银子呀 可多着呢 只不过区区千两银子 可不够资格睡秋香 秋香姐可不是为了现身啊 她是为了完成官府的任务吧 秋香的套路 多着呢 哼 这男人有毛病啊 怎么跟娘们似的 好 太好了 看看你啊 我面罩摘了 各位才子别急 秋香马上与诸位相见 诸位才子只需 上将十两银子 便可以前排落座 与秋香相见 而想与秋香车夜长谈 便只需在诗词歌赋上 胜过秋香 看看诸位才子 意下如何 各位官人 可这掏钱的时候了 重归 十两银子都舍不得 给我让开 今天我要大展身身 将秋香小姐拿下 诸位都操好了 哦 真是佛色天香 真漂亮 既然掏不掏钱 都能够看到秋香 那些掏了十两银子的 岂不是冤大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面子 跟攀比心理 你要是没钱 肯定这么想啊 那你要有钱呢 肯定不愿意丢了面子 让人觉得这十两银子 都掏不起 你说的也有道理 这下 怕是有七八十两的银子竞争 这女人果真好处断 这才哪跟哪啊 这所谓百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 秋香你的手段 还多着呢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黄丛中谁不知道 秦家公子风凉 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 这公子哥跟我有仇 一直接我短 满 好事这一天没享受过 只有这么多麻烦 秦牧 我还真没想到 你真是拿得起放得下 这闺奴倒是适应得不错 不过 这秦桧之子的身份 你可得给他隐藏好 这万一泄露出去 小明保不住 别怕 现在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并不 你只要低调做人 便能活命 小人秦三 不知道贵客在说什么呀 哼 奴家这边有三连 如果能对上 便可与奴家共度良宵 这第一连便是 大下开疆 万水千山 龙出海 我当是什么对脸呢 这有何难 我来对 齐国阔土 崇山峻岭 虎啸天 让开 跟我走 这脸谁干对啊 现在大下里跟齐国失如水火 如果说大下开疆 势必会对齐国扩土 这可是大不敬之罪 这是故意 虎啸 也好好的心 虎啸 你这要把大伙送进大牢里不成 这花魁倒是有趣 既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拒绝人 这个脸不是不能 是对不鱼 但凡对上了 就是一个大不敬之罪 该入大牢 秦牧 你的确是配不上的 这个秋香 果然有点门道 区区一副对脸 有什么对不上的 这大下的读书人呢 只会读死书认死理 自然是对不上了 好大的口气啊 秦牧 你不会以为你真能对上吧 现在皇城的青楼里还流传着 地上写两双 床上脱光光这些银丝浪的 难道我不知道你有几斤几脸 你若是真能对上 你别去对对 没钱 如果我对上了她的对联 成了她的入木之兵 按照烟雨楼的规矩 至少需要一百两 我的月钱尚且几钱银子 如果我去跟花魁睡觉 要还上个十年 二十年 我有病啊 以前情相在世时 你秦牧为伯美人一笑 豪志千金风月佳化 没想到如今却如此落魄 秦牧 你若是真的对得上她下脸 要睡那花魁你便去对 若对上了 这钱我帮你出 贵客你就不要开玩笑了 谁跟你开玩笑了 我一向说一不二 这里是二百两银票 足够你风花雪月一晚 偏不信 将多才子都对不上银莲 你凭什么能对上 就凭你是奸臣之子 还是凭你那上不得台面的狮子 那句地上鞋两双 床上脱光光 此言当真 秦牧 你就这么迫迫及待的 想去睡那个花魁 睡花魁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睡花魁了 那你是什么意思 这可是我的创业启动资金 这俩我对上了 秋香姐人是你的 这钱 归我 你在说什么 什么启动资金 秋香是我的 是啊 无功不受禄 被贵客打扫 我自然帮贵客把事帮了 我呀 虽然现在是一个闺奴 但是我希望 有一天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跟智慧 成为大夏国的第一富商 这两百两 就是我的创业启动资金 靠自己的双手 这话 真是那个依赖身手 犯来张口的 京城第一纹库 公司隔嘴里说出来的话 就你 不要忘记你的身份 你一个闺奴 还妄想成为大夏的首富 先不说你能不能成为大夏的首富 你只有对上这对联 我主人才能赏你的 如果你对不上 一分都没 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秋香姐 你的上联 我家贵客对上了 对上了 什么 真有人对上 我们不在房了嘛 各位贵客 你们忍心 让秋香在这安无天日的地方 苦苦地等待吗 秋香想做女人 做快快乐乐的女人 秦嫂 你家贵客 要是能对上我的对联 秋香今夜 就是你们家贵客 真有之不怕死 刚刚那人才被关乎 还敢 秋香姐 你的上联是 大夏开疆 万水千山 龙出海 没错 这对联 我们家贵客赶对 这有何难 我家贵客的下联是 小齐称臣 九州一统 凤朝阳 哎呀 厉害厉害厉害 原本开疆 对应阔土 大不敬之子 但这用一个称臣 反而体现了我朝的威严 妙 太妙了 不仅如此 我大夏朝原本是九州 九州一统 预示着收复师弟的决心 这位公子说得好 秋香姑娘这下没办法 要不那位公子共度凉宵啊 不文 你尊对上 你尊对上 我真的是很好奇 你抱的是什么 难道真的如他所说 满朝文明 皆是久能复命 我就是为了完成官府的 银签任务 骗你银子 你想到真有人 能把对联对上来了 贵客大财 既然能对得上我的对联 既然如此 那便试试我的第二联吧 第二联可不一般哦 风声水声 虫声鸟声 繁背声 总和三百六十天 鸡中声 不声不计 这青龙女子 竟然能出此联 这对联 蕴含了佛家的奥义 这三百六十 蕴含着佛家教会 而佛家又讲究寂灭为了 前面的各种声音 与后面的无声不济 又形成一种反差 怎的 贵客不肯赐教吗 只要你对出此联 再对出我的下一联 秋香就是你的 秋香 就等着贵客恩宠呢 这联 我对不上 秦牧 你去告诉秋香 山河破碎 齐国入侵 让他切莫沉沉沉于声色 好自为之 等等 神音说我们对不上 你觉得你能对得上 瞧好啊您 这可不是一般人 能对得上的对联 秦牧 你可千万不要强出头 你看什么 大胆 我看我那两百两起的资金呢 你若是真的 对得上那个银联 我一分钱得不少你的 这又何难啊 小儿科吧 这连出的极难 其中包含了佛家奥威 别说是你 就算是文人大儒 一时间也想不出夏令 你庆默为了逞强 害我丢了面子 文人大儒 这个时代的文人大儒 在我看来 不过是三岁孩童 他们写的东西 狗屎 齐木 文人大儒 如三岁孩童 写的东西如狗屎 那我 我算什么 我是不是连三岁孩童都不入 这第一个对的 你碰巧对上了 若这个 你再能对出 我便当面 称你为夫子 请你教我迎联 若你对不出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秋香姐 我家贵客 给你对上了 这 这也能对上 我倒要看看 你家贵客对的是什么 可不能乱对一通 这又何难 我家贵客的下联是 山色月色 云色雾色金深色 更兼四万八千丈风蓝色 有色皆空 哇 这连对的真棒 是啊 这下联 他还真的对上 还如此的对掌功 哇 真是厉害啊 绝了 真是绝了 上联说了三百六十声 下联以八万四千相顿 国家有云 国官一碗水 八万四千丑 上联说的是无声不济 隐喻的是济灭之乐 而下联说的是 心经当中的 空无一色 色无一空 个然是 有色皆空 这贵客究竟是我大厦国的哪位大儒 竟有如此惊艳之才 那此人究竟是谁呀 居然真的对上了 这包厢里的贵客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就算是眉山学宫的周父子来了 也未必 难道 是我朝大儒来了 只有那位 才有 那位都鼓吸了 还能来逛青楼 那此人 究竟是谁呀 丘香姐 我家贵客问你可认服 不 还没完 还有最后一连 若是这最后一连 你家贵客也能对上 丘香今晚便在贵中 静候贵客 再对上一连 这丘香就要现身了 这清官人的名号 就要打破了 是 对啊 那就坐等丘香姐最后一连 启木 你先别得意 丘香还有第三连 你若对得出 我才称你为夫子 你若对不出 恐怕你今天 要躺着出去了 哎 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嘛 不就是第三连吗 对就是了 这一连 可不是丘香原创 家负本是前朝的魏阳 铁骨争争未遥 那可是颇有才气的前朝才子 可惜一身奥 却死在了刀刃之心 虽道不动 却值得尊敬 这一连 是为夫留给我的 像当初 为夫尚在人世 有次教我弹奏 偶然间心有所感 便得出这副上脸 他骨子多日 都没有下脸 为夫 便开玩笑地说 若是谁能对出这副上脸 那便是 他为我显著的夫系 这副上脸便是 这对脸是什么意思呀 看都看不明白 谁知道怎么念的 这脸 我看不明白 这 魏阳在前朝 色有彩雪 他身色皇帝也加以后走 为何他的女后 会沦落在青楼 复巢之下烟有顽暖 秋香尚且能在青楼 做一个清官人 多少百姓流离失所 被抓入齐国 男的日日为奴女的 算了 今日不谈国事 只谈风月 这第三连要对上 这银子是不是到手了 秦牧 你可知那味道 狮子歌赴文明天下 你一个小小的闺奴 凭什么可以对得上 你切莫为了强出头 而丢人呢 我是闺奴不假 谁说闺奴就对不上 这第三连 别说对出这个下人 就算这上人 你能读得敏在一起 调琴调心调 调调调来 调调妙 没 没想到你真读出来了 看来烂船有三尖丁嘛 果然是大尖尘气 闭嘴 你说这个时代的文人大人 对你来说不过三岁还准 这一点是不是我不知道 但你写的字 真是一团狗屎 狗屎又如何 能对上不就完了吗 中 你写的这是什么呀 你不会以为乱写一通 就可以对上魏阳的对脸吧 贵客 你看我表演 秋香今天啊 跑不了了 各位请看 这是我们家贵客给出的下脸 这对脸什么意思 一看就是胡写一通 这怎么读得通啊 狗屁通 我家贵客呀 怕你们看不明白 特意让我出来给你说明一下 种田种好种 种种种成 种种香 这上脸说的是 调琴调出的新音调 这种调调调起来很妙 这下脸讲的是 种田用的好田种 每种种出来的田 都能有不同种的香味 哦 原来如此 这是绝对呀 上脸说的是 调琴的附庸风雅 夏脸是种地温饱 我觉得夏脸更好 这贵客真不简单 好 好厉害厉害厉害 秋香姐今晚就是你的人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我我不过就是烟雨楼一个小小闺女 你的意思是一个小小的闺女 能对得上卫阳的举论 我大厦满超温我都不如你一个小小的闺奴 看着我告诉我 是谁小的不敢 抬起头看着我 哎哎哎哎 哎哎哎 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什么东西这么软啊 哎等等 你也是个小妞啊 啊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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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哎谢谢 darn airlines 嗯 贵客我是烟雨楼的妈妈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请你息怒啊 这龟奴既然用肮脏的词汇污辱我家主人 你说吧该怎么办 是 我一定要好生管教 老宝 你是应该好好管教你的走路 他可是皇上亲点的亲 死口 我大剑城的儿子身份的那要曝光了 一旦我的身份曝光 那我就消灭不保了 奶奶 闭嘴 可是主上 听不懂我说话吗 是主上 皇上的人 烟雨楼万事不利 明日便告知江都服役 加收你们烟雨楼三成付税 是 是 是见弊的过错 唐突贵客 沐瑶愿意受罚 请您饶命 饶过烟雨楼这一次 那闺奴 居然出言污入我的主上 今天只过着小扯大计 饶你一命 就算是走运了 秦三 你现在可不必已经 小心破损好处 我就发现你是小妞的身份 至于下手这么重吗 是 见弊一钉 好生管教 多谢大人法外开恩 你又干嘛 说过 谁是对出下恋 那边是我的夫婿 要我一生一世都跟着她 我不能言而无信啊 你的三副迎脸 说的都急呢 没有一脸是我对着 你要跟的人不是我 不是你还能是谁 难不成是你的侍卫 那样的话 我依然是你的人 龟哥不要开玩笑了 这房间除了你们俩人 没有其他人了 你什么意思 难道在你心里 他不是人吗 龟哥不要开玩笑 秦三不过是最下界的龟奴 他哪来的才学 能对得上我的一脸 我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秦三是一个小小的龟奴不假 但确实是他对出你的三副迎脸 或真价实 龟哥 你骗我 你有什么值得我骗吗 秦三 你好自为之 臭水沟的老鼠 就老老实实待在臭水沟 这次是你运气 下次 没有这个运气 我是臭水沟的老鼠不假 是最下界的龟奴 可是你这高高在上的皇城之人 说不定有一天还要求我这下水道的老鼠 秦三 不要命了 好呀 如果有这么一天 我等着 主上 当年你救下秦牧出烟顶撞了陛下 立下现在还在耿耿远 故意拆遣主人处理不眠掉掉的一场 好若秦牧一死 立下没准备活性传业 你不愿意卸负身份 为何不让我把他的身份卸负出去 知道此次有人会杀了他 你难道主人对他还念及救济 混账 属下该死 属下妄家猜测 先起来吧 但也并非如此 秦牧若如同以前一般纹固 死了便死 可是如今 他好像变了 看来情相之死 对他的影响很大 让他变了性子 死子或许可堪大用 属下多罪 自古龙生龙共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秦牧的父亲是奸小 他用得好到哪里去 死子 过后 把他之前所说的慕君之色 抄录下 献给过后 死子 干嘛呀 青三 都怪你得罪的贵客 害得我们阴雨楼 额外扎重三成赋税 你说我们干什么 还愣着干什么 快 快去请郎中 妖姐 你搞错了吧 他秦三就是个闺奴 用得了请郎中吗 我们之前 也没少挨恩客的打 你们能跟秦三比 这秦三以前是 那以前 是什么 以前他是富家子弟 细皮嫩肉的 挨不了打 快去 休养几天就好了 我已经给他开好药了 多谢郎中 哎 妖姐 对不起 因为我害你哀罢了 我倒没什么事 习惯了 可是你怎么惹得那贵客 发这么大脾气 她是女派男装 我叫她小妞 那你活该 小妞 是形容在暗窑里 做皮肉生意的肮脏女人 怪不得她这么生气 我看你啊 就是以前混习惯了 妖姐知道你心里不服气 但是她们身份很高 你可千万别跟她们作对 你记住了我 烟雨楼 就是我的人 这里每个人 都有难以言说的往事 放下过往 且行且歌 妖姐 那你呢 不好了妖姐 官差来了 大人 周大人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呀 发布江都服饮 加收烟雨楼付税令 自下月一时 烟雨楼付税 增加三成 共计两千六百两文银 什么 两千六百两 原来是两千两 现在整整多了六百两 你还让不让我们几没活了 对呀 这官服 可不管我们死活 这要是交不上 我们是要被拉絮冲军的 秦三这个没用的废物 简直该死了 这只是其一 第二 烟雨楼虽是烟花之地 也属我大夏 现整个朝堂民间 都在积极抗旗 此地亦不能立万 抗旗事迹 编此成书 恩客聊天时 多多宣传抗旗事宜 福尹大人 要亲自过来抽场 什么 这简直是疯了 我们这可是青楼啊 来这里的恩客 都是来放松的 谁想过来听这些啊 你们这 你们这福尹大人是疯了吧 周大人 您看 我们这烟雨楼 就是风月场所 在这儿宣扬朝堂之事 不合适啊 这不是福尹大人的命令 是有人拿出 皇城的令牌 让福尹大人这么做的 这样看来 这样看来 真是那天的贵客 哼 我们这是被秦三给害惨了 这秦三不让我们活 他也别瞎好活 姚姐 秦三 你怎么还敢来这儿 你怎么出来了 快去好生养着 我都听到了 这货是我惹出来的 这钱就由我来赚 我来帮烟雨楼渡过难关 好啊 秦三 这可是你说的 那这钱就由你来补上 他还 就他金脸那点月供 怎么补啊 姐妹们都怪他 要不是他 我们怎么会这样 不出一个恶气 我心里难受 就是我们上去炸干他 走 哼 秦三 这神断不赖嘛 哎呀 太狠了 那还不是你活干 哎 好了 好了 别吵了 天塌下来 我顶着 你呀 我把好生养着 别添乱了 钱的事情 我来想办法 哎 这样放在平日 我们十日收银 都有近千两银子 这都过了一旬 怎么才五六百两 姚姐 这可不怪我们呀 秋香姐的对子被对上 就意味着秋香姐要出格 以前的客人 可都是冲着秋香姐来的 别提了 这货恩客呀 你听我们讲什么 抗击齐人的事 扭头就跑 还说什么 老子是来逍遥的 不是来找罪受的 还有啊 那最近新开的 立春院势头正恶 想问我们不少 什么呢 姚姐 我们该怎么办呀 你之前不是跟很多老板都熟络吗 要不然你找他们商量一下 借点钱 路过子次未接 为了以防万一 我早就提前打过招呼了 怎么样 他们怎么说 他们一听说是广城来的人下了命令 一个个避而不见 更别说是借钱了 姚姐 这可怎么办呀 哎呀 好好好 穆掌柜的 这才几天没见 你们这烟雨楼的生意 就变得这么冷清啊 我看 你这快要低音机下去了吗 姓刘大 你来这里做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 我们烟雨楼怎么样 不劳你操心 哎 你们这冷清的 连一个客人都没有 你们怎么凑关我的月钱 凑不到的话 可是要去冲军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们烟雨楼 还是有些不错的姑娘了 你们烟雨楼干不下去了 你就忍心 让这些姑娘 跟着你一起去冲军吗 要不你跪下来求我 多不定我心情好 帮你们一把 花点钱 把你们这里姑娘买过去 我不用跟着你 一起去冲军呢 冲军呢 此外 可真不好受啊 想想看 那些贴了长时间的士兵 会怎么发现 他们不会把你们当人 又是工具吧 一个一个轮件上 你们连命都保不住 好对了 甚至伺候的不好 直接就咔嚓 冲军就冲军 大了哪也没人心 我在这里有什么区别 大不了 就是一死 姐姐们 我还不想死呀 姚姐 我还年轻 你去求救柳万筛 我还不想死 不想冲军 多管那秦三 要不是秦三 我们怎么会融入到如此静点 姚姐 你说我们怎么办啊 路上贵的 你想好了吗 姚姐 不要求他 姚姐 你说 那冲军 还能吃饱饭吗 急冲军了 别说吃顿饱饭了 就是能活着都是奇迹啊 姚姐 求求你了 你就去求求你万筛 我还不想死 你要紧 不是两千六百两 这钱我来赚就是了 你什么人 我呀 我叫秦三 就是烟雨楼的一个小小的闺奴罢了 我当是什么人呢 原来是烟雨楼的一个小小闺奴小剑者 你是秦三 你就是那个得罪了黄成贵宾的那个秦三 这我还得谢谢你呢 要不是你 我也不能到你们这烟雨楼来买人了 离月底还有段时间 你就肯定我赚不够这两千六百两 秦三 不要乱说话 笑死我了 你个闺奴 能赚两千六百两银子 你知道这两千六百两银子是多少钱吗 就你这种下贱的贱面 能买几百个不同样的 你的命都支不了十两银子 就你这个箭冲 你凭什么赚 怎么着 我看你是想英雄救美是吧 归奴爱上劳保是吧 就你这箭冲你也配 嘿 既然如此 不如打个赌 什么 就你这箭冲有什么好选 我输了 这烟雨楼的姑娘认你挑选 我输了 这烟雨楼的姑娘认你挑选 秦三你疯了 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老姐 这秦三一定是疯了 快把他赶出去 秦三 你怎么能在这胡一样乱远 看来你家木掌柜 对你这个献殷勤的闺奴 没什么兴趣 表姐 告诉我 如果月底之前 我们撞不到这两千六百里 烟雨楼的下场会怎样 既然如此 不如放火 表姐 你是 烟雨楼的未来 白卡 不会让这里散掉的 谁管你 去死 现在可以赌了 要赌什么 就赌这月底之前 我能不能赚够这两千六百两银子 如果赚不够 自然算不出 但如果赚够了的话 我也不要别的 就只要你在这烟雨楼中间 恭敬敬敬地居上三个宫 对着姚姐说 我是猪 我错了 你找死 狠狠 我接了 不过 我还得加一点 怎么 我要你这个建筑 从我这里坐牢去 你敢还是不敢 别啊 秦瑟 你的身份 身份 他一个闺奴能有什么身份 何准事 哪里来的身份 我不是 烟雨楼的小小闺奴罢了 你的等约 接 好 秦瑟 现在怎么办 导姐 你跟我来 哎呀 秦三 这不是厨房吗 你带我来这干嘛呀 四海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哎呀 姚姐 你让我煮那个什么奶茶 我已经煮好了 我什么时候让你煮什么奶茶了 啊 哎 秦三说的 说姚姐让我把什么 牛奶啊 茶叶什么的 全部混在一起煮 说有大用处 我猜 我猜 哎 嘿 姚姐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没错 就是这东西 姚姐 这下我们可发了 秦三 这就是你说的 能赚到两千六百两的法子 啊 就这一小小的什么奶茶 能赚那么多银子 姚姐 先尝一口看看 嗯 快啊 愣着干嘛 来 味道怎么样 嗯 这 这东西叫什么 我以前怎么从来没喝过 怎么样 味道不错吧 嗯 很甜 还很好喝 没有腥味 这要是拿出去 肯定能大受欢迎 嗯 这东西从哪来的 当然是我发明的吧 反正这个世界也没有奶茶 就说我发明 这也没什么问题 秦三 这东西真是你发明的 这叫什么呀 这东西啊 我管它叫奶茶 奶茶 按你这么说 这东西就值五个铜板 那姐妹们卖五十个铜板 也是一笔不小的进证 秦三 你立了大功了 这算什么大功啊 就算这一杯奶茶 卖五十个铜钱 要赚够两千六百两文仪 还是遥遥无期啊 谁说我要卖五十个铜钱了 那你还要卖多少 难不成 你要卖五两银子 没错 我就是要卖五两银子 什么 五两银子 五两银子 你疯了 这奶茶确实很好喝 但是 五两太贵了 根本没人买 正常来卖 五两肯定卖不出去 不过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就让这世界见识一下 什么叫营销的美国 姐妹们 我这可不是一般的奶茶 我这个叫做 珍珠翡翠白玉汤 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 你换个名字 就能卖五两银子了 还不止如此 想当年 太祖皇帝流离失所 靠乞讨为生 有一日 他恰逢一放羊老妇 这老妇看他可怜呀 便以羊奶 混合了一锅杂物 煮了一锅 红不红白不白的汤 为他吃下 太祖皇帝时候精神大振 盲问 此为何物 老妇答约 此乃 珍珠翡翠白玉汤 后来北京失手了 这珍珠翡翠白玉汤 也失传了 今日 在我烟雨楼 重见天日 原家十两银子 先下只卖五两 什么 十两 你崩了 还有 太祖皇帝 真的喝过 那谁知道呢 你没有把握的事 你乱说 会被杀头 那如果不杜赚一个由来 又怎能让这些恩客花钱呢 况且 谁知道真假呢 难道就有人敢说 太祖皇帝没喝过吗 行嘛 这个时候你真的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说我是你的人 那我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 凑不够月供被拉去成军 若是 我们卖这么贵 真的会有人卖吗 了解 我们先抛玉漆价格 是十两银子 然后再降价 又杜赚出了太祖皇帝这个噱头 放心 来买我们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 会踏破门槛的 这个时候 要抓点大力收购奶羊 以防到时候供不应求 秦三 你可梦要顾弄我们呀 就是 怎么会呢 你还没说我们该怎么卖呢 我们先卖十两银子 拉高他们的玉漆 然后再降价 让他们觉得花了五两银子 就享受到十两银子的待遇 这还不是关键 关键是我们打出了五两银子的招牌 其实是姐姐们送他们的 秦三 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 单纯让恩客们掏钱 他们肯定舍不得 那不如我们姐妹们去送呢 不光他们脸上有面子 可更愿意在我们烟雨楼发钱 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 只是一个诱饵 姚姐 你可太聪明了 干嘛 姚姐 您脸怎么红了 就是 哎呀 赵公子 真是好酒量 听说烟雨楼中 珍珠翡翠白玉汤 极其的好喝 怎么 赵公子想不想尝一尝 无量银子一碗 这四个人就是二十 太贵了 太贵了 慢来慢来 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啊 可是太祖皇帝才喝得起的饮品 我一介不一 又怎能和太祖相提并论呢 罢了罢了 不要了 奴家见赵公子 必定是正眼之才 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呀 就当是奴家的小小蜥蜴 还请赵公子 切勿劝决才是 四海 这竟然不要银子 这么贵的东西 竟然不要钱 既然如此 我也不好拒绝 姑娘的一番心意 好喝 真好喝 这五十辆银子 你的了 哎呀 那就谢谢赵公子了 好喝 真是好喝 每次来都喝不够 对了 上次你讲的那金瓶梅的故事 今天给我继续讲下去 你这故事到底从哪来的 为何我从来没有听过 这些故事呀 都是我们燕雨楼一个闺奴写的 张公子你果然没有听过 原来如此 这闺奴倒是有趣 妖姐 赚了 怎么赚发了 这秦三啊 还真是神了 在他那个什么宣传下 咱们这珍珠翡翠白鱼汤呀 客人们大受喜欢呢 尤其是啊 客官们听到我不花钱 白送给他们呀 赵公子 那么精明的人 都在我这儿花了整整五十两白鱼呢 五十两 天啊 短短五天时间 我们营收居然超过一千两 这是真的假的 妖姐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这几天在燕雨楼的热闹景象 你又不是不知道 没想到咱们的闺奴秦三 还有这种本事呢 光谷之前不是让我们宣传什么 抗旗的事宜吗 本来客人都不愿意听 后来啊 秦三用一个金瓶梅的故事 穿插起来 顾客们听了都不愿意走呢 这可多亏了秦三啊 这官府交代的事情啊 他还真都做好了对错呢 哎 这样下去 这官府的银钱 不仅能凑够 还能盈余不少呢 妖姐 之前一提起秦三的事情 就十分避讳 躺着椰子的 不过呀 这秦三用一个珍珠翡翠白鱼汤 真是救了我们烟雨楼呢 是谁 你跟我们说说呗 对啊 妖姐 这秦三 到底是什么来头 好像是从皇城来的 难不成 是什么大人物 他呀 哎 只需要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至少他以前的身份 比我们高得多呢 秦三 究竟是什么来头 这么神秘呀 如果泄露出来 可能人头就不保了 至于吗 妖姐 这么夸张 我先开个玩笑 先不用管那么多 先把这个月官府的银钱凑够 这才是重点 哎呀 放心吧 妖姐 就这么下去 这个月呀 肯定能凑够官府的月供 那木老宝家的闺奴还敢跟我谈 他哪来的底气 我倒要看看 他们还能撑几天 闺奴 我要一点一点玩死他 掌柜呢 玩犊子了 我听说烟雨头 演出了一个叫什么 珍珠翡翠白鱼汤的玩意儿 现在卖疯了都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掌柜的 我按照您的吩咐 把这个珍珠翡翠白鱼汤 给搞到手了 嗯 这味道 我之前从没尝过 清爽可口 还不腻 还有甘甜 不行 这东西要是放人下去 说不定他们烟雨楼 真的能赚到这官府的空气 不行 给我出去一趟 那位的 干啥去啊 这还用问 当然是去烟雨楼了 去找他们讨要这 珍珠翡翠白鱼汤的配方 能行吗 万一人家不给他 不给 这由不得他们 秦三儿 姚姐 你怎么不敲门呢 我呸 你来的时候都是昏迷的 身上多少只毛 我都清清楚楚的 还怕我看啊 姚姐 这不公平啊 你都看过我的了 那是不是 我得看你回来啊 你要干嘛 秦三儿 确定的 没想到你对我这个老宝 还有兴趣呢 俗话说得好 少年不知姐姐好 错把妹妹当成宝 没个证件 我问你啊 退出珍珠翡翠白鱼汤的这几日 你可知 我烟雨楼有多少银收 这有何难 咱们这几日恩客不多啊 按日流量两百算 平均转化率百分之十 每人十两银子 那就应该是千两左右 你怎么知道 这不是很基本的算术模型啊 难道这个世界的人 对算术不在行 对了 妖姐 我之前让你收的奶羊 收得怎么样了 妖姐 你信我 咱们就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收过奶羊 虽然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但是这些钱 确实是靠你推出的 珍珠翡翠白鱼汤赚来的 我相信你 现在我都囤了上千只奶羊了 不过按照我们烟雨楼日程共计 一百只奶羊足足有余 我们要这么多干嘛 这当然是为了赚钱了 赚钱 这怎么赚钱 难道你要大量制作 售卖珍珠翡翠白鱼汤 这东西虽然味道不错 但是不易保存 我们要是卖不出去 那岂不是亏钱 其次 这珍珠翡翠白鱼汤的数量增多了 那是不是不值钱呢 那我们还怎么卖啊 妖姐 目光短浅了 我从来也没说过 要大量制作珍珠翡翠白鱼汤啊 那我们要这么多奶羊干什么 妖姐 你这等着瞧吧 很快就会有人送钱上门来了 妖姐 有人来了 秦三 真被你说中了 谁呀 是谁让你这么着急啊 是 刘掌柜他们 怎么是这么一个瘟神 那秦三跟他们约的是月底 现在来我们烟雨楼干什么 不会 又有什么坏主因 他们这次的目的 当然就是为了珍珠翡翠白鱼汤啊 这翡翠白鱼汤卖得这么好 换你 你能不演红 跟他有什么狗屁关系 他来凑什么热闹 那是你自己研制出来的 走吧 妖姐 咱们赚钱的时候到了 赚钱 赚什么钱 送上门的肥羊 岂有不宰的道理 牧掌柜的 我倒要问问你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懂 刘掌柜的在说什么呀 我们历春院 最近的营收 足足下降了五成 牧掌柜的 你说这笔账该怎么算 你们历春院营收下降 跟烟雨楼有什么关系 说的就是呀 你们自己没本事 来找我们干什么 变巴巴 还不是因为你们这 特珍珠翡翠白鱼汤 如果不是因为这 珍珠翡翠白鱼汤 顾客们能瞎 往你们烟雨楼跑啊 这是我们烟雨楼的事 跟你们历春院有什么关系 你们烟雨楼 这珍珠翡翠白鱼汤 扰乱的市场 严重影响了 我们历春院的营收 我这次来 就是为了 珍珠翡翠白鱼汤的方子 你们把方子交出来 弥补我们历春院 这阵子的损失 别说我不讲理啊 我出五百两银子来买 你们也该知足了吧 我们不卖 五百两 我们两天就赚了 你们快走吧 不卖 这由不得你们 今天你们卖也得卖 不卖也得卖 木老宝 这珍珠翡翠白鱼汤的方子 我今天要尽了 想的美 五百两 这跟抢劫有什么区别 了解 我们这几天的营收这么多 全都是因为我们提供的 珍珠翡翠白鱼汤 要是别加油了 那这东西 它就不值钱了呀 姓刘荡 我们不卖 你走吧 不卖 这可由不得你 灭雨楼 要在月底缴纳两千六百两的白银是吧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 按照这样的赚下来 这两千六百两白银 我们是绰绰有余 照这样下去 刘掌柜赌约 可是要输了 好 如果说我这几天要是着急一些泼皮无赖堵在你们家门口 同时我们立春院再来一个大降价 反正距离月底也没几天了 我们立春院玩得起 不知穆老宝你玩得起吗 姓刘荡 你玩得够狠啊 这话说的 大家都是生意人 谁不想合起成财呢 就是不知道牧掌柜的什么意思 姚姐 不能给他 方子在我寨 不过 我要一千两 刘掌柜要是出得起这一千两 方子就是您的呢 不过您要出不了这一千两 大不了就于死万活 又是你这个闺奴 不知道 你说话可算数 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啊 这就是你发明 您说算不算 一千两 不是很好 我答应你 不过 我告诉你 如果你骗我 我的钱 可不是好拿的 放心 绝对货真价实 同死无期 你这闺奴倒是实相 还不错 日后 如果这烟雨楼要是经营不下去 我把它盘下来 全全交由你来打理 你跟着我干吧 做一个青楼掌柜的 做一个闺奴 哎呀 刘掌柜 这建议确实要有人 不过 我是了解的人 了解在哪 就在哪 是吧 了解 很好 我倒是要看看 为了珍珠翡翠白玉汤 烟雨楼 还怎么经营得下去 这个就不劳您费心 刘掌柜 烟雨楼啊 他不了 还真是有意思 一个闺奴喜欢上了老宝 很好 很好 人三是吧 我给过你 谁没抓住 别怪我了 刘掌柜慢走 青三 你就这么把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方子给他了 那我烟雨楼该怎么办 你想让我死了 哎 妖姐 你干嘛 青三 我跟你之间是不可能的 你死心吧 妖姐 你在说什么呢 你误会我了 我可是一心为了烟雨楼 一心为了烟雨楼 这话你都说得出口 你就这么着把方子给他了 那你让我们还怎么赚钱啊 就是 妖姐 你想想 这珍珍珠翡翠白玉汤主要成分是什么 啊 青三 还真有你的 不过这样一来 你这样 彻底把他得罪了 他算个什么东西 比起咱们烟雨楼的生死存亡来说 他连个屁都一起 他这可是主动搜上门的 我可没逼他 倒是妖姐 要不要试试我的本人 哎去去去 青三 你也太坏了 嘿嘿 妖姐 你想起来真好看 哎呀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干活去 姚姐 你们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啊 是啊 不到这珍珠翡翠白玉汤的用料 竟如此简单 成本也就不过几个铜板钱 他竟敢卖十两银 我应该说这小闺奴是聪明还是愚蠢 看起来这千两百银是我亏了 实际上等到珍珠翡翠白玉汤出来 靠着我们李春元的客流量 不出三天就能赚回来 现在就是需要乃羊了 等乃羊一到就是翻身的日子了 请去一个咽语头 你拿什么给我倒 掌柜的 不好啊 玩犊子了 掌柜的 不好 玩犊子了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配方上的糯米 青豆红茶的价格 你平常足足归的三成啊 最关键的乃羊 我把黄车一击周围翻了个片 一直也没买着啊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一只奶羊都买不到 虽然说羊一只我没买着 这也不是说我啥也没个 我打听出原理了 都让烟雨楼这帮犊子给买去了 好一个烟雨楼啊 我说怎么这么痛快就把方子卖给我 原来早就在这给我挖了个坑 了定我拿到配方也做不出 珍珠翡翠白玉仓死吧 我还真是狡瞧了你 走 帮我去烟雨楼 会会这个木药 姓刘大 你还来这里做什么 方子都给你了 你到底想干嘛 没想到啊 老宝 你看这是好手段 我还真是小瞧了你 你什么意思啊 你在说什么 你还有脸问我 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主要成分是羊奶 你们烟雨楼 最近将城里城外进千只奶羊都买光了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怪不得这么痛快就把这配方给我 恐怕早就算计好这一切了吧 秦三 干得好 秦三 你可真不错 之前啊都是姐姐我误会你了 乱来我房里我给你赔赐 小浪蹄子 没看见正在办正事呢吗 哎 我不知道刘掌柜在说什么 我们烟雨楼购买奶羊啊 那是为了大量制作珍珠翡翠白汤啊 烟雨楼的客流量 撑死也就一百只奶羊 你们最近收购了多少 怕是有近千只奶羊吧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刘掌柜说她是奶羊的事啊 好说 好说 若是你们家奶羊原一部分给我 也就罢了 要是不给 要买卖 大家就都别做了 嗨 原来刘掌柜是想买奶羊啊 还是好说 好说啊 秦三 你什么意思啊 谁让你做主的 秦三 这可是姐妹们唯一的活路 要是把这些奶羊都卖给她了 我们今月的月供可怎么办呀 助罪 若真的与死罔祸 他们李春苑直接降低价格 那都又不上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 我们烟雨楼直接关门大吉了 不 老宝 还算是个聪明人 不知道你们烟雨楼打算出售有多少只奶羊啊 我们这段时间收了大概有一千只奶羊 制作珍珠翡翠白玉汤 消耗了差不多有一百只 原这样 剩下的九百只 我李春苑都要了 不可能 我们这千只奶羊是辛辛苦苦收回来的 怎么可能给你九百只啊 我觉得也不是 秦三 你疯了 不能给 九百只给了他们 我们还怎么卖啊 秦三 你是不是他们李春苑派过来的卧底啊 老公姐 你信我 我不会害眼睿容的 卖可以 但是我要十五两银子一只 什么 好你穆老宝 你这奶羊 市面上的价格才五两银子 你买这么多还有优惠 价格只会更低 卖我十五两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屁话 你去市面上打听打听 别说十五两 就是二十两 你能买来一只奶羊 姚姐要价价太高了 要是这刘掌柜不买 那可就砸手里了 姚姐 我看刘掌柜也是真心诚意想买 秦三 我没让你滚你就偷着乐吧 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赤里扒外的东西 算我木瑶看走了眼 十五两爱买不买不买滚 鱼死亡活我等着你 秦三也是诚心 既然这样大家就各退一步 我出十三两一只收购你的羊如何 成交 你言为定 秦三 很好 很好 这闺奴说话算数吗 算 好 很好 不过这一万多两也不是小数目 我一下子可拿不出这钱 不如这样 我立下签条 让我筹起几天 过几天 我一定给你送过来 好 就立下签条 一定一定 只要我拖到月 你让你们凑不够 你们自己交月工 那天以后就要关门了 哈哈哈 四秦三 秦三 你签纸哪样我们根本用不完 我本来就是打算卖的 不过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赶紧把官府的贡献给凑出来 这有什么好担心 那刘万财不是还欠我们一万一千多两银子 到时候交了月贡 我们还能盈余不少 至少几个月不用丑了 姚姐 你太单纯了 你的意思是 那刘万财会赖账 这白纸黑色的签条 他还能赖账 赖账是不会赖账的 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会故意拖 他肯定会拖到月底 到时候我们交不了月贡 我们就要被拉去冲军 那这欠条自然也就 官府指认真金白银 他才不会管谁欠你钱 不行 你这就找他要钱去 没用的姚姐 那怎么办 他刘万财以为 我只会做奶茶吗 启莫 你还有什么办法 姚姐 干嘛 这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那办事他都是要钱呢 不行 我这的钱可不能动 你不是还有个贵宾 打赏你的二百两吗 要你自己的钱去 姚姐 你可真行 这都惦记上来啊 万财是吧 我也让你后悔 招入我们烟雨楼 南来的北往的 上班的下岗的 走过路过瞧一瞧啊 我老板说了 本丽春月 从今日起 无限量供应 珍珠翡翠白鱼汤啊 只售下三两银子 买一送一啊 限时三日 什么 珍珠翡翠白鱼汤 只需要三两银子 上次我在烟雨楼喝过 可是我回味无穷啊 才三两银子 这可比烟雨楼便宜了二两 走 自己尝尝 走 尝尝去 我也来一碗 烟雨楼 你拿什么跟我都 秦宁这是怎么回事 都这个点了 还没有几个客人 平时这个点 早就满了的呀 过好了 不好了 怎么了 那个丽春月 她也开始卖 珍珠翡翠白鱼汤啊 什么 哎呀 才卖三两银子 三两 把他们那去了 这可怎么办呀 我都说不卖给她了 这下可好 这可怎么办 都坏那个秦三 瑶姐呢 快去找瑶姐 别提了 瑶姐跟秦三在后院 是放在她 不些什么呢 走 我们去找她 一言她不给我 说出个道理来 我 我跟她没完 四凡 快 埋力点 知道 这到底好没好啊 累死了 有了有了 成了 秦三 这就是你说的 那个什么 香水 这东西主用啊 瑶姐 来 你来试试 嗯 好香啊 这什么东西啊 好香啊 嗯 我看看 这什么呀 我也要试试 哎呀可真香 我看看 哎呀 我有狐丑 这个东西能盖住我狐丑的味道 要是有了它 那些男人 不得被我迷得死去活来的 杨姐 你说有女人能拒绝得了是香水的魅力吗 嗯 这才是我们烟雨楼真正赚钱的神话 可是 现在离月底没有几天了 这来得及吗 怎么样 今天进账 今天进账多少钱呢 就光珍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一项就让咱们今天的进账啊整整多了三百点 这个珍珍珠翡翠白玉汤连着咱们整体的营修都好上了不好少了 哈哈哈 那是 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就是一个隐子 把客人吸一口 还不是由我们拿捏 掌柜的你真厉害 这个方法不还是跟他们烟雨楼 这烟雨楼今天怎么样 别提了 烟雨楼的生意 冷静了 估计可那边哭呢 他平常那些回头客啥了 今天都上咱们历春院来了 好 真是好 你们吞进乃洋就花了不少钱吧 只要我推迟上几日还钱 我倒是要看看你们烟雨楼 这月底 能不能交涉这月供钱 秦三 留给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 我们的银钱都被拿去买了奶羊 现在历春院又没有什么动静 再这样下去 我怕是得要去冲军了 这天杀的历春院 我去药寨 跟我说掌柜得去外地了 他们真是铁了心要拖延时间 不就是两千六百两吗 我能赚回来 你说得轻巧 现在距离月底已经没剩几天了 你要怎么赚钱 难道跟他们一样 降价出售 珍珠翡翠白玉汤不成 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新鲜风头已经过去了 现在如果我们去推销珍珠翡翠白玉汤 跟他们打价格战 只会浪费我们时间 什么是价格战 这个不重要 关键是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必须得在月底之前把银拽 我们没有时间耽误了 必须得上交月供 不然我们就要被拉去冲军了 这不都是怪你 要不是你用所有的钱去囤积那样 我们现在也不必如此紧张 就是放心 这两千六百两银子我能赚出来 哎你别卖关子了 我们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应该 关闭啊 什么关闭 关闭 秦三 关了店我们还怎么赚钱 你让我们姐妹和西北风去啊 别着急 先让秦三把话给说完 来不及了 如果时间够我可以玩死他李纯月 但是现在留给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们先得把银钱赚出来 守着店铺 实在太影响我们赚钱 那你说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赚这两千六百两啊 百摊 百摊 百摊卖什么 就买箱子 我承认这个香水的确好闻 味道经久不散 但是区区一个香水能卖多少钱啊 二两 秦三 你疯了 我要卖二十两 一只奶羊才五两银子 这普通人一个月银钱也就几两银子 就是啊 这根本买不起啊 谁说我要赚普通人的钱了 你的意思是 谁有钱 我就赚谁的钱 你是米行道 刘掌柜恭喜恭喜啊 朱氏山行道 生意兴隆啊 孙氏九行道 刘掌柜 兄弟好兴隆啊 一起发财啊 我等跟你一条战线 之前那穆老宝找我们借钱 我等可都是将他拒之门外啊 刘掌柜发财了 可一定不要忘记我等啊 不过一会儿还有一个贵客 周神武周大人到 欢迎周大人赴约前来啊 周大人的道场 让我们丽春院彭壁升飞啊 你们丽春院可是我城中纳税大户 福尹大人亲自吩咐我 请来彭总 周大人请 真是好旁边 跟我斗 也有 拿什么跟我斗 各位瞧一瞧看一看啊 秦三儿 我们这样真的有用吗 姚姐我啊 在等你人 人 我在等一个懂琴棋说话 附庸风啊 女人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时代不都把独书人 共为商流人是吗 然后呢 没了 你 姚姐此刻静诗华 姚姐 你们干嘛呢 还不快来帮忙 大家瞧一瞧看一看啊 西域来的神秘液体 滴在身上 味道精酒不散 试一试客官 这好香啊 这味道比陈香的还要好闻啊 酒精不散哪 多少钱 跟我来一瓶 二十两银子一瓶 二十两 这么多 你怎么不去抢啊 你以为你卖的是黄金啊 真会气 客官别走啊 刚才只是让客官先试试咱们家的产品 要是真心想要的话 咱们还有免费送送的方式呢 什么方式啊 我们这儿呀 给你出上脸 你要是弄费出下脸 我们家的产品任你挑 还有这种好事 那快把你们的题目拿上来 那快把你们的题目拿上来 让我试一试 四海 大雪纷纷何所思 游夏脸要求要有意境之美 这又何呢 大雪如窜溪 这位客官对的还是意境差了点 还有没有更好的呀 别弄这些五文笼墨的东西 还欺负我们这些贱名 有本人去找梅山学宫的人来啊 你们这边肯定会倾家荡产 各位如果能把梅山学宫的人请来 并且让他达生问题 可以获得一瓶香水 你们请他过来的也可以获得一瓶 我七大姑八大姨的儿子 就是梅山学宫的学生 看我把他给请来 到时候你们要完蛋了 请 请 秦三 他们要是真的请来梅山学宫的读书人 该怎么办啊 我还怕他们请不来呢 这些东西不跟高高在上的读书人绑定在一块 咱们怎么卖二十点 他们对上了真的要送啊 当然送了 那我们怎么赚钱 别担心 别说是梅山学宫了 封研整个大厦文学之上升过我的又有几个 狂妄 您是何人 我就是梅山学宫读书人 我就是梅山学宫的读书人 就你也敢蔑视我梅山学宫 我倒对你这些香水不感兴趣 把你的题目拿出来 看我跟你都对着 四海 大雪分分合所赐 这有可能 听我跟你对着 有了 你们听好吧 撒盐空中 插可你 对得好 形容大雪 好似被人撒下盐 这比喻真是绝了 不愧是梅山学宫的人 他该讲对 你们是烟友的人吗 你们不在青楼待着 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当是何人 原来是闺奴跟妓女 就凭你们 也配跟我谈论诗词歌布 这梅山学宫的人就这点水平了 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有比我更好的 就你一个小小的闺奴 那你听好了 未若柳絮阴风起 这是我五岁时候写的 好一个未若柳絮阴风起 把柳絮逼做雪花 绝了 真是绝了 五岁写的 真的假的 这梅山学宫的人 一比一景 完全差了一个档子 你还继续吗 要不行的话 换个有分量的人来吧 如果你们梅山学宫 就这种水平的话 还是老老实实 到后面排队淘气 你一个小小的贵怒 竟敢瞧不起我 要不你试试这个 水有虫则浊 水有鱼则鱼 水水水 江河湖淼淼 这每一句都是水 绝对 绝对呀 对不上来了 这就是你们梅山学宫的水平吗 可笑可笑 你 我是运气好棒了 等我们重复子来了 我让你原型毕露 秦三 这都几天了 热水一瓶都没卖出去 我嗓子都快喊得冒烟了 虽然还在这里吃西瓜 别着急啊 马上就用贵客上门了 我信了你的邪 那个鬼影子都没有 还贵客 就是他就是他 就是他 你竟然输给了这几个娼妓科龟 你还真是顶我梅山学宫的脸 我来会哭 我是梅山学宫周湘宁 我来对师 这不是梅山学宫的词别 周夫子来了 他 他竟然亲自来了 周夫子虽然是一件女流之辈 但是他的诗词采雪 放在大厦都无人能忘记笑背 周夫子亲自出马 看来这次梅山学宫是真的生气了 我们有好戏看了 烟雨楼又该怎么吵架呢 怎么办啊 秦三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里不对诗 我们这里只买东西 你 好 卖东西是吧 卖什么 我买的 正是此 这是何物 怎么这么想 我从未闻过 这是何物 怎么这么想 我从未闻过 汉淡花香水皆天 此物名为香水 香水 好名字 我手中这瓶多少钱 二十两 不过呢 这里有诗词 如果周夫子能对得上来的话 这香水被拱手送家人 好 就以周夫子手中这瓶香水为题 满园春色关不住 下半句着有劳中 满园春色关不住 好词 好词 这跟我手中这瓶香水的味道 非常搭配 满园春色 有了 满园春色关不住 百花香味扑面来 不愧是周夫子 真是厉害 怎么样 你们可认输吧 你为何叹气 周夫子就这点水平啊 你一个小小的闺奴 就敢口出狂言 我们周夫子的狮子放言 在整个大厦都是最厉害 就凭你一个小小的闺奴 也配点评 周夫子 以我看 这龟奴啊 根本就是在吹牛 他一个小小的龟奴 怎么配读书十字 这龟奴 怎么就不能识文断字 本来我想呢 勉强把这香水送 既然你这么说 不就勉强来教教他 如何得做 满园春色关不住 一只红杏出墙来 什么一只红杏出墙来 哪比的是我们周夫子 闭嘴 我输了 相比较我后半句 形容满园春色的情形 你的一只红杏出墙 却将满园春色 形容得淋漓尽致 不过我没认输 有一就有二 我选这个 凌落成你碾作臣 我对明日花依旧 我的下句是 只有香如故 凌落成你碾作臣 只有香如故 好词 不过你一个龟奴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诗词 我记得儒家有两句话 第一句是 学无前后 法者为先 第二句是 有教无类 周夫子又何必拘泥于我的身份呢 是我卓相了 夫子 你为何给他一个龟奴句话 所谓宝剑赠英雄 香水赠美人 这几瓶香水就赠于周夫子 不 我花钱买 诗词上我的确输给了你 所以我花钱 这五瓶给我打包 还愣着干什么 快包起来啊 秦三 你竟然在诗词上 胜过了周夫子 你太厉害了 这不重要 你让四海传出去 周夫子在我们这 一口气满了五瓶香水 明天我要满城皆知 你的意思是 周夫子就是我等的贵客 有了他这个招牌 我们就等着数钱吧 我们家小姐要一瓶 瓶什么 我先来 我们家小姐要两瓶 我们家老爷可去服务大人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一个个来一个个来 都有份 竟然这么多人买 秦三 这就是你收的那个名人效应 这什么广告 效果真好 当然了 爱马师相识 周夫子都说好 嗯 这生意啊太难做了 李春月真是恶心 看着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风头下去了 就直接买一送衣 姚琴我们回来了 怎么了 嗓子怎么哑了 我们就卖出去了 卖出去了 我们真卖出去了 卖出去了多少 赚了多少 你们卖了五瓶 五百两 我们卖了足足五百两银子 五百两 你怎么卖了这么多 我们后院还有一些存货 赶紧拿出去卖啊 等等等等 那可不行 那可不行 现在不能卖 我都说出去了 每日限量二十五瓶 先到先得 我们有那么多货啊 为什么不一次性卖出去 这个叫飞恶营销 只有这样才能一直吊着它们 你也不想卖一瓶 以后再卖不出去了吧 持续营销才是王道啊 你说的这些我不懂 不过秦仨 你这下可又立下大功了 恭喜这位客官抢到最后一瓶 不好意思各位 今天的香水已经卖光了 各位明日再来吧 明日再来吧 怎么又卖完了 就不能多卖一个 今天又没买到 我们家小姐说 别家的小姐都有了 就她还没有 怎么不能多拿出来点 抱歉各位 明日清早明日清早 最近这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风头下降了不少 不过还在转 他们烟雨楼怎么样了 我掌柜的 您最近在忙不知道 烟雨楼已经关门了 哈哈哈哈 关门了 看来知道自己转不够月供 干脆破罐子破摔了 真有意思 明天就是他们烟雨楼向官府缴纳月供的时候 到时候我倒是要看看 他们拉出充军时空天喊地的情景 哈哈哈哈 你们烟雨楼还开着呢 我还以为你们早就关门大吉了呢 看看我们丽春院那边多热闹 坐无虚席 可惜 可惜呀 姓刘大 你来的正好 欠我们的钱 该还了吧 这白纸黑字的欠条 想赖账不成 赖账 我堂堂立春院的掌柜怎么会赖账 只是真不巧 立春院的钱都拿去周转了 明天 我一定双手奉上 明天 我看你是想等着我们烟雨楼官门大吉吧 什么 就你们 这烟雨楼这边一个客人都没有 这跟官门有什么区别呢 你 今天 可是官府收你们月供的日子 有这功夫 你们还是想想怎么缴那官府的月供钱吧 那就不用你操心了吧 我看你们呢 是打算破罐子破摔了 下场可是冲军呢 我还真是于心不忍啊 刘掌柜就不用操心了 区区两千六百两 我们烟雨楼还拿得出来 就不劳刘掌柜操心了 拿得出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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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之前屯鸡奶羊花了不少钱吧 最近你们也没什么客人 你们怎么能拿得出来 官府到 看看你们还能笑得出来吗 周大人 可是来收他们的月供钱呢 没错 这下好了 周神武大人亲自来了 我看你怎么办 你不是喜欢装吗 这下你们借着装啊 牧掌柜 在下奉命来收这个月的月供 周大人 你看这烟雨楼冷冷清清 整个青楼一个客人都没有 他们怎么付得起月供钱 还是赶紧拉他们去充军吧 那还不是因为你拖着不还我们钱 赶紧还钱 还我们万两白银 这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讲 周大人在此 你信不信我告你个污蔑 白纸黑字的欠条 你还想赖账不成 你这话说了 这欠条我承认呢 但是又没说非得今天还你钱 等我周撞 只是最快也得明天了 你就是故意想拖过今天 看我们出丑是吧 你这可是冤枉我呀 周大人每天公务繁忙 是不是 哪有时间跟你们在这拖延时间 周大人 赶紧拖他们去充军吧 哎 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 与我不关 牧掌柜 我为月供而来 这是福尹大人的命 我得拿回去交差 周大人请放心 这个月的月供2600两银子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不可能 这一定是假的 不可能 掌柜的 你们这烟雨楼一个客人都没有 怎么能赚这么多钱呀 谁告诉你我们烟雨楼就只有这一个产业 什么意思 最近风靡的香水其实也是我们的 香水也是作弊 这钱一定不是你们烟雨楼赚来的 我想咱们规定只是说要缴纳这2600两银子 可没说这2600两是怎么来的 我烟雨楼堂堂正正做生意赚钱 有什么不行 你说是吧 周大人 的确如此 这个月的月供在这里 请周大人验声 没问题 走 掌柜呢 周掌柜呢 哎 刘掌柜 您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你想说什么 你玩没玩 咱们的赌约 你不会不记得了吧 什么赌约 我不知道 哎呀 刘掌柜装傻 不过这在座的各位可都听得真真切切 是不是 姓刘大 你红口白牙说的字你不认 难道你自己说的话是放屁不成 堂堂立春院的老板竟然不认账 朱尔凡尔 这立春院丢了新语 谁还敢去啊 刘掌柜 您不会不认账吧 我是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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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刘掌柜 最后一件事 你还有完没完了 刘掌柜 这个东西 你不会不认识吧 这白纸黑字牵着您的名字 上面还有刘掌柜的手印 您要是拘不偿还的话 我就得去衙门讨个公道了 大夏律法规定拘不承认的话 要百倍赔偿 到时候我告到你立春院破产 你 前三是吧 很好 我记住你了 这笔账我们永远没完 这下可是狠狠得罪他了 你说我不得罪他有用吗 多亏了你 咱们这次才能操各轮官府的业供 可是这老是靠香水 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咱们阴雨楼还得营业不是 可没了珍珠翡翠白鱼汤的优势 咱们对上这立春院 是没有半点胜算 你就放心吧 这事我早就想好了 立春院 她得罪我们就是一个错误 秦三 你又有什么鬼主意 咱们走着瞧吧 姐姐们 这回可是个大宝贝 到时候你们啊 可得好好谢谢我 哟 想让姐姐们谢你 怎么谢啊 该死 没想到 被这个闺奴又摆了一道 好一个香水 现在这个香水 让客人都跑过去了 都说这烟雨楼的姑娘 遍体声香 掌柜的香香气 她们不就是比咱们多个香水 如果按照这样的话 咱们把香水买过来不就行了吗 虽然是说会亏一点 但是咱们的生意肯定强过烟雨楼 此妖笔掌一样 烟雨楼依然不是咱们的对手 对 说的对 去买回来 还是你说的对 这香水是不便宜 但是我们买了它之后 这烟雨楼对我们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 它还拿什么东西来跟我斗 掌柜的运筹为我 您就和我的偶像 姚姐 那利春运把我们的香水也给买过去了 这下可怎么办呢 那就不能不卖给他们吗 我们开门做生意 人家来买 怎么能拒绝 这要是传出去 我们还怎么做生意 那姚姐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秦商不是说他有办法 指望他 他除了第一天的时候 让四海刷了不少橡胶外 他整个人都把自己锁在屋子里 那个人影都不见 要我说呀 他前两次 我看是虾猫撞到死耗子 凭运气罢了 别这么说 他可不是一般人 他吃过的 见过的 不是我们能比的 姚姐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他不就是我们英语楼的一个小小闺奴吗 你见过一个闺奴这么有本事 那他到底是 别打听了 这对你们没什么好处 走吧 潘潘 我回房吧 成功了 我终于成功了 什么成功了 秦三 你在说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东西是干嘛的 秦三 你满脑子在想些什么呢 这是大庭广众的 秦三 你不会撕穿了吧 要不要姐姐我 很爱你一下呀 那倒是不用 这个 是什么东西 他要怎么用啊 难道说 啊 啊 这可不是让你这么吃的 那 这个 这个是 去去去 请四儿 姐姐 要先 来咱们烟雨楼的恩客 都得用鱼票 扬肠这些东西吧 一是为了防止的脏病 二是阻断姐姐们怀孕 但是那玩意儿 腥臭难闻 恩客们都不喜欢 我这个是完美替代品 那些东西 我闻着都感觉恶心 不过实在也没办法 听说隔壁的张公子 就是因为 没有这东西 还得了脏病 哎 你这东西 真好 那当然 赵公子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好 那我这就去试试 哎 走小鱼 赵公子 轻点 赵公子 你今天好厉害啊 好东西 这可是好东西 还有吗 我要买 不好意思赵公子 这个呀 它是非麦品 是只有在我们烟雨楼消费 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仅此一份 独一无二 这东西真那么神奇 是呢 这小小东西啊 可让我舒服许多呢 这东西叫什么 这个东西啊 叫避孕套 这个东西 能拯救我们烟雨楼 当然了 它不仅干净安全 还能增加战斗力 那你说会怎么样 会大卖 那当然了 不过还不急呢 你还有什么鬼点子 我们不仅提供避孕套 还要进行价格分类 只要来我们烟雨楼消费的贵客 每人都赠送一个 如果还想购买的话 那每个就要加一千银子 还有颗粒的这种贵的 每个卖三千一个 还有个超薄罗纹的五千一个 秦三 这么多种类 你试过没有 要不要姐姐我帮你试试 你个小骚蹄子 秦三 你这么卖会不会太贵 这才哪跟哪啊 这香水 就是从女人的兜里掏银子 这避孕套 就是把银子 从男人的兜里掏出来 你相信我 这丽春月 她蹦到不了几天了 给我来个超薄了 哈哈哈哈 我就喜欢罗纹的 你们都没听说过吧 带颗粒的才是最好的 姚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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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狂了 我们避孕套杯一抢而空 这下我们又赚一大笔钱 哈哈 秦三 你可真厉害 哎 姚姐 你这是占我便宜 我得亲我 嗯 嗯 我们疯了 耶 一刀 这是她对出来的 怎么可能 她就是一个小小的闺奴 小心 秋香姐 为何姚姐最近都没让我出阁 我们这个月的月历供钱怎么办 现在还来得及吧 秋香姐 这几天你一直闭门不出 你还不知道 秦三她一个人就解决了我们燕雨楼的贡钱 不仅如此 还带着我们赚不少呢 秦三 她一个闺奴怎么可能 那珍珠翡翠宝露汤 跟香水 竟然是她发明的 还有那 避孕套 这家伙这么厉害 那是 我们燕雨楼出产的香水 城里有不少副太太都抢着选购 还有那避孕套 那个东西不仅让我们燕雨楼热闹非凡 纵无虚喜 还能保护姐姐们的身体 现在这秦三可是我们燕雨楼的宝贝 都恨不得将她供起来 她一个闺女 怎么这么厉害 秋香姐你还不知道 据说秦三的身份和背景都不简单 沐瑶姐几次三番都闭口不谈 好歉你说一般人谁有这种本事 秦三姐姐的腿舒不舒服 舒服 太舒服了 姐姐还有更舒服的 你要试试吗 我要 我要 秦三 姐姐的葡萄甜不甜 甜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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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这还有更甜的 要不要试试 我要 我全都要 哈哈哈 秦三 瞧把你美的 小姐 你就这么惯着她呀 啊 秋香姐 你终于出来了 哎 走了走了 哎 哎哎哎 怎么都走了呀 多玩一会儿啊 还没玩够 秋香姐 秦三你站住 秦三你站住 秋香姐有何吩咐啊 我问你 那日的迎联 是你对上来的吗 问你话啊 那日是你对上来的吗 是不是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是喜欢黄承来的贵公子 还是对上你迎联的夏静的闺奴 怎么回事 我们李淳苑怎么没客人了 客人呢 掌柜的您不知道 这一帮玩意儿又去燕尾楼了 他们说那边推出的 避 避 避云套 天太自华了 又是秦三是吧 先是香水 又是避云套 还搞出了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 让我亏了足足万两白银 不过 还以为她真的赢了我吗 传我消息 就说这燕雨楼的秦三 口出狂言 对红莲娘娘出言不逊 掌柜了 我怎么糊里糊涂 我收拾不了她 自然有人能收拾得了她 只要红莲教一出现 我要看看他们燕雨楼的生意 还怎么做 主人 最近一直没有红莲教的消息 你说他们是不是藏起来 不过最近那个秦三 她倒是搞得风生水起 还搞出了个什么消息 主人的意思是 对 不过记得要低调行事 上一次我们在燕雨楼 搞出那么大动静 这次我可不想再暴入行踪了 千里一怒 红莲灿世 红莲教出现了 红莲教 红莲现世啊 红莲现世啊 就是这里 女娘 法力无边 现身救助人间疾苦 现进行祈福一试 这里有人出言不逊 竟敢窃毒红莲娘娘 秦三 出来受罚 红莲娘来了 我给你了 你们还没给钱呢 全跑了 这爱牵到的红莲教 我这生意刚刚有所起色 他们就在门口闹头 还让不让人做生意啊 姚姐 还不止这样的 他们说 秦三蟹夺红莲娘娘 让她去受罚 秦三 你不要出去 去去红莲教罢了 不足为惧 你不怕红莲教 我对宗教这玩意儿 一向没什么好感 无非就是通过洗脑群众 来达成自己 不可告人的目的罢了 既然找到我头上来了 我去会会他们 我出来啊 不过 我可没亵渎你 那什么红莲白莲娘娘 因为我压根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你 你个下贱的闺奴 竟敢亵渎红莲娘娘 还不快归下谢罪 这就是你说的娘娘 让我拜一尊死物 大胆 竟敢说娘娘是死物 你们快看 红莲娘娘写灵了 主人 既然红莲教已经出现了 我们在附近 已经安排了人生 要不要一句话 不行 这些歪门邪道 吸脑能力很强 所以我们现在贸然动手 只会引起无知信徒的反抗 那主人的意思是 去把眉山学宫的人叫过来 朝廷供了他们那么久 也是时候发挥一点作用 红莲叫来了 这生意我看你怎么做 也不撒泡尿罩罩 你是什么东西 红莲娘娘已经显灵 秦三 快快上前受罚 只有这样 才能保你一命 不然 不然 不然怎么样 我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 如果这就是你的神器 那我就破了你的神器 你们快看 眉山学宫的读书人来了 你们快看 眉山学宫的读书人来了 眉山学宫的人 他们现在来做什么 这还用说 当然是揭穿红莲娘娘的这一幕了 是啊 是啊 此不与怪力乱神 我眉山学宫是儒家正统 读的是圣贤之书 从来不相信什么怪力乱神之识 周夫子 不知可看出是何机关 您若是看破的话 告诉我们就好 这有何难 红莲娘娘脚下盖着红布 若将红布挪开 便能看到绿豆种子 绿豆成熟的极快 只要给足充足的水分 就能滋生出绿豆芽 这就是红莲娘娘日长起床的秘密 原来是绿豆 我怎么没想到 纸上得来终觉浅 觉知此事要恭喜 周夫子给我们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 还得是我们眉山学宫啊 主人 我们现在可以动手了吧 他们读书读傻了 你也读傻了吗 你见过长得这么快的绿豆 这眉山学宫就这点水平啊 是你 拜见周夫子 你笑什么 你一个烟雨楼小小的闺奴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我是闺奴不假 但是如果我没记错 你这刚刚在上的读书人 好像也输给我了 你 不过是你运气好吧 再说 我们周夫子 帮你破了这红莲轿的机关 也算是救你这烟雨楼 你非但不敢恩戴德 还出言嘲讽 真是下线的归途 没有一点教育 说的对啊 这周夫子好心帮忙 这烟雨楼的秦三 非但不敢激 还笑什么 这周夫子 可是救了他的命啊 他可真不是东西 你先别说别的 你真当你们破解了这红莲轿的机关吗 不然呢 我问你 你们刚才说 这机关里面是绿豆吧 绿豆生长需要时间 哪可能瞬间使得雕像身高数寸 况且想要把这雕像顶起来 那需要多少绿豆啊 你说我们周夫子说的不对 难道你一个小小的闺奴 知道这是什么机关 你若是不知道的话 凭什么说我们周夫子说的不对 恰巧 我还真知道 恰巧 我还真知道 你若是知道 那你就说给大家伙 让大家都听听 若比起迂腐的儒家奥义 你们梅山学功可能确实不错 不过要比起这江湖手段 你们真不行 这底下是夜压千金顶 千金顶 什么狗皮千金顶 我们听都没听过 这种接触的东西都不知道 你这书都读到狗身上去了 你 让我来告诉你吧 利用的是菜油齿轮和鞘杆形成的 夜压传动装置 你胡说什么 信口雌黄 小心被红莲娘娘惩罚 又是秦三口住狂言 四字真让人讨厌 难不成 他比梅山学功的儒生还厉害 如果是这样 一切反道合情合理 动手 主人 你真的相信这个贵奴 少废话 我的命令你都不听了吗 是 上 快 红莲娘娘现身 法力无变 小小的不快也敢抓我 你小心红莲娘娘惩罚你 和你的家人 周大人 拿下他们便知 这底下若不是夜压千金顶 我亲三儿提头来见 我早就说了 底座才是关键所在 周大人 好好看看 你们其人太善 撕开红莲娘娘脚下的红布 等于撕破她的衣服 拔开她脚下的泥土 等于跑她祖坟 红莲娘娘一定会报复你 整个江都不可信念 周捕快 你心情好 不要挖了 红莲娘娘降罪 会降罪我们呢 都怪那个闺奴 都是闺奴说的 我们去拿下她 给红莲娘娘请罪 好 将给我来 你们看 这秦三儿是有火眼金星吗 这没山隧宫的人 都不如这闺奴啊 这下面 虽然没有我们周父子说的绿道 但也没有你说的什么千金顶 就算我们周父子有失偏颇 你说的也不全对 笑死我了 这没山学宫的人也不过如此 简直连脸都不要了 秦三儿把菜油齿轮 翘杆都说对了 这还不能这么 这没山学宫的读书人也不怎么样 脸皮倒是够厚 没山学宫的周父子 竟然还比不上一个小小的坚持之子 学家 你应该知道 不把琴木留下来的目的了吧 主人一名 你说什么是什么 行了吗 只要破解红莲教阴谋 冰箱我们烟雨楼做生意就行了 不许走 不许走 张大回来 不要丢人 这雪果那人真无耻 他又要干什么 真是搞不懂 他们才想些什么 你又要干嘛呀 就算 你猜对了 是你运巧 之前我记得你卖那个什么香水 出了很多半句诗 今天我就跟你再比一比 服不了 不用比你赢了 好啊 不比也行 这是十两银子 只要你把我的鞋擦得干干净净 这钱呀 就是你的 怎么 不服气 不服气 咬我呀 秦三不要 他故意折入你的面子 来调告他们梅山学宫的读书人 秦三不要给他擦 你是英雄 你揭穿了红年将的阴谋 比他们所谓读书人更厉害 推 你们闭嘴 这就是梅山学宫嘛 真是恶心 闭嘴 还有你们这些民说话的地方 我们生来是读书人 就是为了读书而生 这群贱民生来只配做夏天的活 秦三我还告诉你 今天这鞋底擦也得擦 不擦也得擦 如果你不擦 我就去官府 说你不擦 擦呀 有钱赚 为什么不擦 贱民 好好张张记性吧 只要我们读书人再一天 你们呀 就是为了伺候我们读书人的 我们读书人 可以考取公民报效朝廷 你们呢 只能干一些杂伙 一群垃圾 废话 秦三 你为何要向他低头 我不是向他低头 我只是向生活低了头啊 当年侯志千金 意气风发的景象之子 现在竟然为了区区十两点子给人擦鞋 你刚才说了句 世间唯有读书好 你不是要跟我比比吗 那我就以这个为上联 给你对个下 那又如何 那我就以这个为上联 给你对个下 我倒是要看你这个下贱的龟多 能对出什么来 你刚才说世间唯有读书好是吧 读书啊 确实 不过读书可算不得什么人上 只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吃得苦中苦 对 说得好 闭嘴 我的下联有了 天下无辱 吃饭难 你看这在场的众人 若是比起吃苦 你比得上哪一个 他们忙忙碌碌 不过所不死 是两个王败 你哪来什么优越的 你对 说得对 你们这些读书人 都是高高在上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 滚开 我这种贱民 不配送你这种高贵读书人的生意 你们赶紧走吧 这里不欢迎你们 我们这种贱民待的地方 会污染你们这些读书人 你们快走吧 我们这些贱民 你们敢 我靠官府把你们抓起来 不知道你要怎么搞 是比诗词比不过我 还是看不出这红莲教的机关 你 长头 还嫌不过丢人呢 走 请问 这才是真正的你吗 废物 一群废物 还以为那红莲娘娘法力无边 吹嘘的有多么厉害 没想到如此不堪一击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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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 妙 实在是妙 秦三儿 这次我看你死不死 死 死的偷偷 我们进来这做什么 他秦三儿不是借着太祖的名控 搞出来一个珍珠翡翠白鱼汤 正好来尝尝 这味道 真是 你来干什么 哈哈哈哈 我找秦三儿 找他干什么呀 你到底 我 我没工夫跟你在这儿漏 没工 你可以走啊 只是这秦三儿 不知道还能不能活过今天 你什么意思 秦三儿的珍珠翡翠白鱼汤 借用了太祖之名 要是我 告到官府 告一个傍君之罪 这可是死罪 要入酒足的 你们燕雨楼要是没了秦三儿 看你们还能坚持多久 刘万才 简直卑鄙 不得好死 这些话我听得多了 我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倒是这秦三儿快死了才是真的 你们还是想想办法 或许还能给他留个全尸 刘万才 这不是来炫耀的 说吧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就喜欢木掌柜这样的聪明人 既然是聪明人 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好吧 把碧云套跟香水的配方拿过来 这件事 可以当做不知道 否则你们就等着替他收尸吧 妖姐 不能给他 他不安好心啊 对啊妖姐 要是给了他 我们可怎么办呀 那你们眼睁睁的 看这秦三儿去死吗 要是没有秦三 这燕雨楼 我早就没了 配方 我给 哈哈哈哈 还得是木老吧 很好 是实物者为俊杰 我们要不要秦牧令派子的名 确实是傍君之对 是死亦以难傍他 那就怪不得他了 哎妖姐 这是干什么呢 哎妖姐 你这是干什么呢 秦三 这还不是怪你 你倒用太祖的名头打招牌 现在被人抓了把柄了吧 秦三 我当初就跟你说不能用你不听 现在可好了吧 我当时什么事 小事了解 小事 你命都要不保了 还说这是小事 你醒醒吧秦牧 我老跑刚才叫秦什么 还不是叫秦三吗 谁说我小命不保了 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秦三 你自己看 你倒用太祖的名号 来宣传这珍珠翡翠白玉汤 这可是犯了棒军之罪 是要砍头的 是要砍头的 实相的 乖乖的把碧云套黑香水的配方交出来 不然我给你们不客气 我倒是要看看 他一死 你们烟雨了 还怎么跟我们斗 我要是说不 那明年的今天 应该寄日 要不要我帮你通知官府啊 刘掌柜好像以为这事情搞错了 我是说了太祖 我可没说是当朝太祖 我说的是前朝太祖啊 你 你怎么知道前朝的事情 你这不是胡言乱语吗 我之前啊 恰好看过一本前朝的书 身份记载了此事 就算是假的 就算我胡说八道 那跟你拥有什么关系 你以为我做出珍珠粉碎白玉汤的时候 就没想到会有今天吗 四海 宋客 不过留着呢 想在烟雨龙消费的话也十多欢迎 哈哈哈哈 嗯 嗯 秦牧可真有你的 是的 赵宫也不知道到你这对你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谁讲 我们走 是 我们已经拿到了红莲教的全国限制 现在趁势一举见面 走 正位的 秦三这小妈的一怒走坏水 满嘴无碍力 难缠得好 铁链发明了陈珠粉白玉汤江水滴云桃 而且学习上竟然不服眉山学贡 家伍肯定不是一般人 确实 铃链 铃链成你碾做尘 只有香如故 满园春色关不住 一只红杏出墙来 世间唯有读书好 天下无辱吃饭难 就算是我爹 都做不出如此洒脱豪迈的事 秦三 你不是一般人 秋香姐 这就是你找我来的目的 爹爹说了 能对出银链的人 就是我的父亲 就是我的父亲 秋香姐 你不是不信 信了信了 你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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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奇怪 就是一群混账 绑架了已成的百姓 我们要是强谱 他们一定让全城的百姓 给他们陪葬 区区一个红莲教 竟然敢跟这个弟弟 大人 现在怎么办 他们不是要捧住三官 让我过 去把眉山学宫的人找 让周夫子 给我会会他这三官 好 不愧是眉山学宫的周夫子 竟然能够连破红莲教两官 真的厉害 这次也多亏了你 不愧是眉山学宫的周夫子 当真是有点手乱 不过这第三官 你是无论如何都破不了的 诸位可看好了 上面可没有一个字 诸位请看 红莲娘娘显灵了 天佑红莲 这一关 你们怎么过 周夫子 你可以对此 这些 我真的没问题 如果你们没这本事 还请快快退出此地 去去一个红莲教 如此放肆 信不信 我偷了你们 不可 万万不可 这可是一成连性的性命 我虽然没有办法 但有一个人 或许可以 是谁 快快请来 秦三 秦三是谁 胡闹 区区一个闺奴 怎么能破解了这个 薛甲 快去请他 对了 那个家后心高气傲 你得忍着 我给你的任务只有一个 务必就一起过来 是 大人 这次来烟雨楼 又是什么事啊 我找秦三 把他给我叫出来 秦三哪里得罪大人了 我替他给您赔不是 还记得我当初 说过的那句话吗 总有一天 你要求我这个下奸鬼托 我准长你有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你主人 让你务必把我请过去 秦成百姓被红林叫醒 开出三道难题 在周夫子的帮助下 已经破解了两道 你如果能破解第三道 要杀要垮 我薛甲不受没头 又是 你王岳先放一遍 大陆 我去贵子大门 诸位 诸位 这我好 这我好 这就是你们起来的人吗 你个小小的闺奴 你们大厦是没人了吗 少废话 你尽管再表演一次 今日就破了你的第三关 那你可要看好了 秦三 你可曾看出一些门斗了 你这闺奴笑什么 今天不是你笑的时候 我就不相信 你能破解他这个 真是你并极了乱投意 我当是什么呢 原来是这种小儿科 此话怎讲 难道你可以破解此关 成一局 你一个小小的闺奴 也敢在这儿大放厥词 你们大厦的周夫子 都不法破解 你一个小小的闺奴 你敢在这儿口出狂言 你确定 就要准备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就可以破解此关 不然呢 好 我信你一次 这一次只准成功 不许失败 放心吧 这种小儿科 我五岁就不玩了 请看 这是一张白纸啊 今日红莲当猪杀 看来你们红莲娘娘又显灵了 说你们今日要完蛋了 你这不过是 骗人的把戏怕了 你不得我们的本事 我们是真的红莲娘娘显灵 别臣口舌之力了 你不就是先用牛奶写好字 然后再用蜡烤烤出来吗 不然你前面摆的竹材是干什么用的 这关我破了 看来也不输了 不我怎么没有 老人我们已经做好万分手 让咱们同他报备 可以 动手 好 好 从此我大厦再舞不明教 这次的事可要多谢你 哈哈哈哈 终于被我找到你的身份了 你可不是什么烟雨楼的闺奴秦三 你是大奸臣秦桧的独生子秦牟 秦牟 现在你的身份曝光了 我看你还怎么活下去 还装 你就是那奸臣秦桧之子 秦桧获国殃民 若不是他 大厦怎么可能这般田地 秦牟 该死 杀奸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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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先将他拿下 关入大牢 听后发落 我的饭呢 玉佐 玉佐 我的饭呢 玉佐 我的饭呢 秦桧的儿子还想吃饭 你去吃屎吧你 若不是以你 我大厦怎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你的意思是 大厦沦落到现在 就是秦桧一人的问题 难道不是吗 秦桧获国殃民 敛财无数祸害我大厦 你们全家都得死 那秦桧现在死了 大厦不还是现在这样吗 你 住手 你先退下 是 薛甲 你也退下 可是主人 放心 他不会对我动手 是 你要干嘛 秦牧 你现在滋味如何 你说的对 我大厦国力微弱 并不是秦桧一个人 可是百姓的怨恨 总要有一个发泄点 你要是来笑话我的 你做到了 嘲笑你 我还没那么无论 自从你被抓起来之后 烟雨牢也关闭了 那些人整天四处 忙活着为你打点 想要进来见你 尤其是欧阳德主席 秦牧 秦牧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 你还想不想 你想活命 只有一个机会 什么 秦国使团入我大厦 不去朝堂拜见陛下 反而连闯十六成 大厦一向上文 却连输十六成 三日后便是齐国国使团 进京的人 届时 齐人必定会继续听 如果接不住 便是大厦支持 齐人定会顺势提出要求 比如要边境八成 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要我去阻止齐国使 什么 怕了吗 真有什么好怕的 我倒有点 跃跃欲试了 只是我如今身份已经暴露了 他是属于两个老板 不用怕 届时 定会有人替你走去 谁啊 这个现在不能说 这几天 先好好准备 有什么要求 尽管想去 我已经跟福尹大人说过 他会全力的配合你 这一次 不要让我失望 等等 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你的未婚妻 那个 我 让人 让人屠屁山的东西打造出来 让我大用 你们大厦无人 还自于为文人之都 却连我齐国的一副营连都对不上 你们大厦朝廷 真是一群酒囊犯贷 周夫子 你快想想办法 你可是大厦年轻一代的侨主 当属你的狮子得父 最为敏 若是如此 陛下 这赌约 我们齐人已经连胜两场 若是这一场 你们大厦再输 那这赌约就是我齐国胜 那边境芭城 也该割让给我齐国 陛下 陛下这可怎么办啊 明日就是你们最后的期限 再对不上 周夫子 你果真对不上他是营连 营连之事我并不擅长 但是 我倒是可以举荐一位 谁 秦桧之子 秦牧 不可 莫不可 他是坚持持继续 是一定方法会行的 宫主殿下 这到什么时候 是罗子是马 赶紧拉着来试试 陛下 我们不能再拖下去了 莫不可 属成了建设的继续 从民间手来不少营连 不仅咱们的国库 依旧攻险 是有奸 能死马当作国马爷 来人 请募尽练 如果他能胜着七国的使臣 认 赦免他的罪责 拜见陛下 连离 木 邹夫子举荐你上来 你可不要让他失望 若是你能接下 七国接下来的三战 朕 赤免你 不若不能 人头落地 木 你可敢 谢主隆恩 你 你是何人 我只不过是烟雨楼的 一个小小龟奴吧 龟奴 你们大厦就没人了吗 竟派一个龟奴上台 我听说 七国公主的迎联 如同三岁孩童一般 我大厦的文人不谢主杀 只好派我一个小小 好 说得好啊 你修成口舌之力 等你对上我们的迎联 再说一句 什么啊 对穿着 想当年 他的迎联 打遍大厦 无敌手 你可知他为何消失 因为他本作 我齐国之人 五年之前 他扶桑的大厦 今日 依旧能够 今日之后一日 请先生不停 小小龟奴 真 那要说呀 好 那你听好 赵梁书卖蜀记 哪个杂种是先生 这 这多年不简单啊 不仅如此 还有骂人之嫌 这齐国当真 欺人太适 就这 我还以为有多难呢 就要贫嘴 快快对来 那你可听好了 夏连我给你对 师叔一缕春秋 许多精传 何必问老子 好好好 他问哪个杂种是先生 给他对 何必多问老子 没想到这秦末 还真有点东西 不是听说这秦末 不学无术吗 好啊 很好啊 朝堂上龙不吟虎不孝 小小闺奴可笑可笑 棋盘上车无轮马无疆 叫声将军 低防低防 一箱二礼 共三夫子 不识四叔五经六义 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 十四九拼凑得八两七前六分五号四礼 尚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 十口心思 思国思君思设计 寸身言谢谢天谢地谢君王 好啊 对得好啊 真是没想到 这秦末赢连竟如此厉害 你都出这么多了 也该轮到我了 我只出一连 只要你对得上 就算你赢 秦末 不可自大 好 这可是你说的 笑话 天底下 难道有我对穿长 对不上的对连吗 尽管出来 烟锁 池塘柳 你 你快对啊 我 对不出 看来这一场 是我们大下赢了 你可别高兴得太早了 这只是第一场 后面还有两场 等你们赢了再说吧 尽管放马过了 这第二场 就比狮子 竟然是他 江木牌 当年力压我大下 一众打入 消失后 怎么突然出现他的骑骨 说明你们大下 不得民心 江木牌自愿加入我们齐国 成为我们齐国的一份子 今日 就由江木牌作诗 区区大下 怎有人配与我对酒当歌 微信习义之人 确实 我看大下是无人 派你这个闺奴出场了 你这闺奴 怕是没读过几篇书 那咱们就比 劝学诗 这江木牌当年就是劝学诗的词 这节目再怎么厉害 在诗学诗上 一定比不过江木牌的 少小多才学 终生志气高 别人有宝剑 我有 必如高 不愧是江木牌 好一声劝学诗 就这样 那你听我这声 少年一老 学难成 一寸荒衣不肯借 味觉池塘 春草梦 劫前无叶 秋生 好 齐木这首 无论是形容异境 都更胜一筹啊 我还有编赛事 我 路远东望 路漫脉 双袖龙中 泪不肝 马上相逢 无知彼 平均传语 报平安 百战沙场 碎点一 南城一鹤 苏重围 浮营射杀 忽颜价 独领残兵 千奇归 够吗 不够 还有 最里挑灯看见 梦回吹脚连银 八百里 分辉下至 五十千番 赛尾身 你还继续吗 我还有相思呢 你听我这首相思 红豆生南果 春来发几只 愿君多采蟹 此物最相思 你能胜过这一首 都是被我 看来这第二场 还是我大下赢 就不知道这最后一场 你们相比什么 这前面几场 我们都是文豆 最后一场 我们就来武豆 苏可 难道你们大下怕了 这样的话 不如直接宣布 最后一场 我们赢了 不就是武豆吗 接了就是了 一言为定 不能反悔 秦莫 你找死 既然齐人提出的雕权 必然有他们的底部 你太莽撞了 比武生死不乐 谁也保不住你 放心 我这几天 也不是闲着他 什么 竟然是齐人的 黑龙将军 你们齐人不厚道 竟然让将军 亲自出场 这黑龙将军当初 可是徒手杀了百人 寻常人 都难尽他身呢 秦莫 一定啊 那就来试试 一旦出手 那就生死无论 你们准备好 给那归奴收尸了吗 他 他 选举找死 巧晓的贵妇 你可跟我比虎 看我手撕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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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将军 你 你怎么了 死了 你们 你们施展了什么妖法 杀死了我黑龙将军 你 你确实可恶 卫兵陛下 此物名为火冲 是我亲手设你的铁器 配合火药 可以打出极大的杀伤力 果真如此 若贵 秦莫 你重重有场 看来 这次是我大下 赶紧准备你们的边境发展 等着我大下去验收 陛下 此物若放在军队当中 定当无王而不立 我大下 可以凭此物 一统九州啊 好 痛快 痛快啊 天佑大下 秦莫 你此次拦截齐国使团 并且发明火冲 朕 重重有赏 朕 今日赦免你 此后 秦桧之事 再与你无关 谢陛下 朕 封你为大下义姓王 继续履行 云药的婚约 朕 让你当朕的驸马 你满意吗 儿臣满意 朕可是双喜令门 掌柜的光宗要死我 听说 驸马要来咱们立春院 果真 快安排下去 好好期待 这要是伺候好了 我立春院 飞黄腾达 至日可待 别说是一个烟雨楼 就是整个大厦 都没有什么对手 十个烟雨楼 都不是咱的对手 你竟然还没死 走了什么狗屎月 还能活着出来 快给我滚蛋 别挡在我们前 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你都可以来试试 好 给我上 你什么挡下 你也没跟我们弄 大胆 竟然敢对驸马大不敬 来人 误会 周大人冤枉啊 误会啊 怎么敢对驸马不敬啊 我就让你当个明白鬼 我就是你等个驸马 是吧 这怎么可能 活下去 再会了刘掌柜 周大人冤枉我 冤枉我 你们说秋香 她没事吧 秋香姐都好几天 不吃不喝了 真让人担心 对 还我要接你 这段日子都没休息好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没事 你们去看看秋香吧 怎么可能没事 要好好注意身体才行啊 夜里楼里了 你木掌柜可不行 齐森 齐木 你没事了 姚且我回来了 我把你带来 我把你带来 我让你带来 你带来